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经过了上个礼拜 连续四天的一个黑K下跌之后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终于出现跌升反弹的一个行情 虽然说在早盘开高之后 还一度向下回测 来到了12,480点的回测低点 但从12点钟过后 指数的跌幅就呈现明显向上去做收敛 中场台北股市是上涨了44点 来到了12,591点 虽然说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出现了跌升反弹 但是相较于上个礼拜 动辄都是超过100点以上的一个下跌 大家第一时间的一个反应 一定会觉得今天的一个反弹幅度 基本上是不太够的 没有来的这么样的一个强势 尤其是在于这个礼拜 如果说是一个正常投票的一个结果的话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最快会在这个礼拜三去出炉 然后慢一点的话 会在这个礼拜四去做出炉的状况之下 这个时候其实就有非常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再问夏老师两个问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好不容易出现反弹 只涨了44点 那明天还有没有持续跌升反弹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一个问题则是 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台北股市有没有一个利空出境 向上反转的一个条件 因此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想我们就先针对这两个问题 来帮大家做解析 那首先呢 明天台北股市会不会出现反弹 我个人认为那个机会应该是非常大的 那之所以会这样子讲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我想我们可以从技术面的一个条件来做观察 大家可以看到10月份的一个行情 这个当然是一个标准的M头的架构 那当你跌破颈线 什么叫颈线 就是脖子这条线 上面是头部嘛 然后之前回测的第一个低点 就是所谓的一个颈线位置 就是大家画面当中所看到的12750点的位置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等幅测距往下的一个空间 那这等幅测距哪里来呢 就是原本前波的高点 例如说大家所看到那个12997 或者是来到12750之后反弹向上的高点 这一段距离它会1比1的往下去做一个复制 所以你从12997来做计算的话 跌到12750它是跌了447点 如果说从12750往下去做一个等幅测距247点 它的满足点应该会落在12503点 那很明显的今天低点是12480 它有回到这样的一个条件 同时今天又是留下影线 然后又是一个红K棒 而且跟那个我们说的满足点 又有一段拉开一段空间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这个其实都反映了就是多方的一个防守力道 基本上它的表现算是非常强劲的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说我们以过去4次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例子来看 从2000年2004年2008年 对不起这样应该是5次了 到20122016这样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通常在大选的前三天到前四天 美国股市如果之前有先做回测 它很容易会在剩下三到四天的时候 开始出现跌升的一个反弹 换句话说呢 美国股市有机会出现跌升反弹 那当然对于台北股市 今天回测了满足点之后有去做收缴 我觉得这个也是带动明天台股有机会持续反弹的一个条件 但至于说在这个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台北股市有没有一个利空出进走B型反转的一个机会 我想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谈得非常清楚 你不论说是就KD指标也好 就月均线的一个角度也好 就季均线的一个扣底角度也好 它都会在礼拜四的时候扣到 这个比目前的一个价位来的高的一个位置 换句话说呢 你如果在礼拜四之前 你没有办法站回到月季线的话 那当然月季线呈现下弯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会转为一个比较偏向空方的一个格局 但有没有机会出现消息出来之后 出现那种B型反转向上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 后续的一个行情的发展 但问如何 即便这个行情有出现B型反转也好 没有出现B型反转也好 我觉得我们做股票 其实都必须要把握住到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尽可能去挑那个基本面 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个股 我觉得大家操作起来会比较安心 那尤其是现阶段 刚好是这个第三季的一个财报公布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财报个股当中来寻找 相对来讲资金的避风港 同时当那个指数出现反弹 或者是往上反转的时候 这些个股也因为基本面表现很好 他们会有一个跟进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找那个财报表现好 还不错的一个个股的话 我想夏老师在今天录节目之前 我有传一个档案在夏老师的一个Telegram里面 那这个档案呢就是到目前为止 他自己公告啊没有上传的不算 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上传到公开资讯观测站 他已经告诉你说他这个季度赚多少的这些公司 我特别把他分出来 那有哪一些是属于这个双成长的 有哪一些是属于继成长 但是年衰退或者说是都是衰退的 这类个股大家可以去小时的一个Telegram来看 那今天呢我们就简单举几档个股来跟大家做例子 就是这些个股他基本上都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大家就可以留意他后续的一个股价表现 因为实际上如果你去看今天盘面强势的股票 今天事实上上市有六档股票涨停板 上柜有七档股票涨停板 那当然其中有一些有基本面的 那有一些可能没有太多成交量 事实上你如果去找那个体质相对来讲比较好的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共通点 都是来自于第三季的财报表现还不错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像是画面当中大家所看到的这一档 6278的一个台表科 他第三季的单季EPS是2.65 季增是49% 累积年增是来到3.11% 但重要的是什么 我想这档个股他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反映了 为什么这一段过程当中 大家会觉得行情很难做 你看即便我财报搅出来非常亮眼 我过去的股价其实都喋喋不休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之前的这个盘面的一个下跌 他其实无关于基本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盘面整个非常难做 但是无论如何回到今天开始回归到财报好的一个个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行情会慢慢回归到比较正常的角度 好但问如何呢 今天市场的均价是100.55元 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谈今天市场均价 因为今天外资他是第一天从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卖超 转为比较明显的买超是3657张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 也就是说今天这3600多张 应该大多数都是成交在100.5元附近的一个价格 我们讲过嘛 外资或许他能够买的比你早 出的比你高点 但是他在当天的一个交易当中 他不会比你好多少 因为大家都是在市场当中去做那个交易嘛 所以市场的平均成本 我认为就是他们的一个平均成本 就是100.5元 那这档个股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今天股价来攻到月均线 我是认为说短线上 他会先在月均线附近去做震荡的整理 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先克服 你看这个均线是跌破之后 然后沿路往下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要先把这一条均线站稳 那以目前扣底的角度来看 扣这个平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代表说他的均线事实上短时间之内 他不会那种突然上扬或者是突然下弯 他就是一个很和缓的往下去做修正 那通常这种均线 你不论是平的往上或者是平的往下 你都很容易被突破或者是跌破 因此我倒是觉得说以目前 这个台表科的一个气势来看 他要站稳到月均线以上 他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短时间之内不太适合攻 因为你可以看到 月季线的一个位置 他其实也是前行下弯 而且跟现在也没有差多少 所以他如果明天是一个跳空大涨的话 你要不要去追 不要追啊 因为你看到大概来到118 119 他就没有什么往上空间的时候 你能够做的那个价差其实非常非常的小 那与其是这样子 你不如等他整理过后 即将重新发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来再来去做一个切入 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讲 会是一个比较好切入的条件 好那除此之外呢 我想除了台表科之外 另外今天跟财报有关系的是 4906的一个正文 好那正文的部分呢 他第三季单季是缴出了3.46元的成绩 大家看到这个成绩会觉得很吃惊 你说老师赚3.4 现在收盘价是30.5 不要说四个季度本益比不到10倍 你光看今年的前三个季度 他的本益比其实就不到10倍 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先把后面的东西先把它谈完 季征是这个7倍 然后累积年征大概是来到3.4倍 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那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这个数字他其实 应该这样讲 他不是来这么样的一个真实的原因 是在于说 他其实有包含业外的一个收益 也就是说他有一家那个子公司 叫做正基 他在这个时候他要选择去挂新贵 那这个新贵的一个 新贵的那个市股价是52块 那我特别稍微算了一下 就是说 以他持有的成本大概是26块 简单来讲 他出一张他是赚一张 那这些市股的收益的确让 郑文在整个第三季的一个获利 成年大幅度的跳升 但实际上 即便你把这个正基的市股利益 把它扣掉 他税前的EPS有1.05元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郑文的一个财报 你就会知道说 事实上他即便没有这个市股利益 他表现都还是不差 你看他这个第二季累积是0.08 对不对 因为第一季前线亏损 那代表第二季是赚0.43 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三季 如果说没有含市股 就是那个业外的一个收益来看的话 事实上他的EPS也有1.05元 等于是他也是一个倍数的向上去做成长 那1.05元你从过去这两年单季来看 基本上你已经看不到有超过一块钱以上的一个EPS 所以对于郑文来讲他当然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机性 再加上说从外资 从10月13号以来一共增加了1.06万张 成本大概是在29.2来看 就从这个位置增加到今天为止是1.06万张成本是29.2来看 目前的价格其实并没有说拉的这么远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就是第一个他股价 而且他股价也是突破过去的整体平台 所以这种个股其实在回测的过程当中 大家反而要留意那个买点的切入 因此我想这两档个股事实上是今天 我们可以从盘面当中看到一些表现比较强势 他们共同的特色 要不然事实上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股票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像东河 例如说像是毛宝 那这种个股我相信大家其实找不出那个合理的 合理的情形 因为实际上这些个股其实量也不算大 那毛宝当然很简单就是那个防疫的相关概念 所以这个时间点当中 我觉得大家不妨把那个目光的焦点 拉回来到这些所谓财报角出亮眼成绩的一个个股 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谈的那几档个股之外 另外还有没有相关类似的这种财报只有股 我想我们一档一档来跟大家做分析 首先这档个股应该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其实跟大家谈过很多次的 叫3481的群创 那群创的部分 它第三季单季的EPS是0.16 它是终结了连续7个季度的一个亏损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档个股就是标准 它先公告 但是它没有申报上去的 那没有申报上去不代表公司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就整个操作流程来讲 反正它只要在11月14号之前 它有上传就好了 那我们回头过来看 因为这种大的公司 它公告出来就不会是错的 0.16元它代表什么 过去7个季度 从107年的第四季 -0.07 -0.37 -0.3 到这边都负的 到今年第二季都是负的 然后今年的第三季 它正式转亏为一 当然我知道大家会讲说 老师 正式单季转亏为一 它上半年亏了一块多 亏了1.04 你加0.16它也不会转亏为一 没有错 但是对于这种公司来讲 第一个它至少告诉你我脱离的谷底 对不对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过去跟大家所谈到的 这种 这种 这种景气循环的一个公司 它的一个股价的走势 或者说它的一个获利 有没有办法获利 它完全都是取决于在于说 它的产品报价有没有去做调整 所以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 我想产品报价 现在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 11月份也就是这个季度 这个月份应该都还有5%到8% 我说的是大尺寸的面板 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所谓调涨的幅度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实际上我们之前在做友达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市场的风向 还没有说到面板价格会涨价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我们走在比较前面 我们知道说进入到9月份10月份 面板的报价会开始去做上涨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们第一个阶段 我们去做的是友达 对不对 但到了这个时间点 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你看它最主要涨价的时段 是落在10月份 但是它的一个获利 都可以从第三季开始出现转汇为例 什么意思呢 就告诉各位 在第四季的时候 群创只会赚得比0.16来得多 不会赚得比0.16来得少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说股价其实并不算是特别高 因为以它的净值超过20块 我公司今年有机会拼那个损益两平的时候 听清楚 我讲的是说今年有机会 全年拼损益两平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现阶段它并不是一个偏高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就是 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外资也狂买 投信也狂买 的原因在哪边 买的就是它今年的那个转易性题材 而且中股票事实上第一个 股本大 好进好出 第二个股价也就在这个地方 它也跌不到哪里去 反而变成这个时间点当中 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一个防御标的 所以你看到成本大概是9.7 那买最多的是小摩 买了7.9万张 这小摩就是指的是摩根大通 他们给目标价13.5 那当然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说 我不是说13.5一定会来 但是它买进 它调高目标价 至少它的一个动作是一致的 我觉得大家其实操作起来就可以稍微 比较安心一点 那后续只要增量到15万张以上 我是认为说有利于突破前波的一个高点 好那除了群创之外 另外我们再谈一个 这档个股虽然还没有公布 但是可以确认它第三季的获利 一定会大幅度跳增 这档个股叫做2327的国具 首先我们先来讲 上半年因为到目前为止要公布到上半年 上半年的EPS是12.6 比去年的对不起 比去年全年的那个EPS 它的达成率大概是77% 大家可能听不太懂什么意思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今年上半年赚的已经到达去年 全年赚的77% 因为去年只有赚16.35 那今年赚的12块 今年上半年赚的12.6 它是不是告诉你说 今年我第一个我要达标 并不是来这么困难 那当然我知道大家会讲说 老师它就是里面就含鸡美的那个 鸡美的那个营收在里面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从画面当中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当然陆陆续续有开始去做一些认列 但是你跟去年同期做比较 它真正爆发的是在什么时候 它真正爆发的是落在今年的7月份8月份9月份 分别是70亿72.95亿跟76.62亿 都比去年同期的你看 33.834.14跟35.17都成长超过一倍 因为它成长幅度是107113跟117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知道说 它是呈现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也就是它应该这样子说 它上半年的一个获利 达到去年77% 这个不是全然来自于鸡美这件事情 然后到了第三季有鸡美的加分 你可以看到它的营收都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了一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这一档个股来到这个位置 它其实并不算是 并不算是贵 上个礼拜五大盘表现不好的时候 外资逆势买超 然后今天就做一个调节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虽然说做调节对不对 但这一波的那个持股 它是越卖 它持股越高 也就是它是处于采取那种进二退一 或者是进三退二 这样的一个方式 缓步去把它向上去做垫高 我觉得这个反应的重点应该是在于说 现阶段 当然大型股你比较容易受到行情的影响 所以它也没有要去做一个急拉 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的财报能够有角度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 它的股价在垫高 它的外资持股在垫高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个股票 它只缺一根中长红的一个表态 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 这个外资的成本大概是346块 那买最多的是小磨增持5567 大家会觉得很少 但因为只买了17000 所以5000多张已经是 目前外资买最多的 目标价看570 一样的概念 不是说它会涨到570 但是它至少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操作 而且你从季线的扣底来看 应该最晚在11月的中旬 你的季线就会开始形成翻阳 因此今天有人问我说 老师这是不是属于黄金交叉 如果你就均线来看 它只有差一块钱 原则上你只要这两天没有出现长黑 它就会出现交叉 但它不是黄金 为什么 因为季线的一个位置 它还是呈现了一个下弯态势 但是你就扣底的角度来看 这个就是11月中的事情 加上说你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它第三季所缴出来的财报 会很亮眼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股价发动 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那股价跌了这么多 不要多了 就是它从1300 1300跌到了两三百块 不要多 我只反弹一半就好 它跌了1000块 反弹一半 它有可能会到哪里 大家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说 这股价来到这个位置 它其实已经不算特别贵了 那另外我在录节目之前 今天为什么特别晚的原因是因为 我刚好看到这些 我原本是没有要讲华星科的 但是因为华星科召开的那个法说会 它其中讲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 它用每股30元收购 红灰5%到9.9%的股权 那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有朋友问我说 你觉得这件事情对公司来讲是利多还是利空 我说 只收5%收到9.9% 这个算什么利多 对不对 同事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红灰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对两家公司来讲影响都不太大 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对不起这不是红灰3311红灰 今天股价收盘多少 27.45我用30块钱来收 是不是大概一成左右的空间 一成左右的空间 就是明天开一根掌停板就没有了 但是他今天是不是要把它收购下市 不是 他只要收5%到9.9%的股权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要入股 他没有要 他没有要并购 这家公司他不会下市 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个股了不起 半根 或者是开一根他也会 他也会也会开啦 简单讲我是认为说 他即便开涨停 他的股价其实也会打开 这个问是这样 那过往大家会讲说 那个病人家的通常都会 都会跌啊 但是我说真的 你花30亿去吃 对不起不是30亿 30块去吃这个红灰 5%到99%的股权 金额对华兴集团来讲会不会很多 其实还好啦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认为说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我们用 比较中性的角度来做解读 但是我觉得 从这个事情来看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另外的一个商机 什么意思 我们先讲 我们先把这个股票 先推回到钱一档来讲 好这边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国具并积美 原因是什么 因为钱太多没有地方花嘛 不是嘛 他那时候并积美原因是什么 因为积美他有汽车的产品线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跟大家讲嘛 国具并了积美 国具找鸿海合作 鸿海找育龙合作 因为为了都是什么 为了都是要发展那个电动车 国具想要出的是车用的被动元件 然后鸿海想要做的是电动车的代工 对不对 然后育龙当然希望说 找到一个强而有力的帮手帮他代工 对不对 这个是一连串的一个讯息绑下来嘛 所以同样的一个逻辑来看 好这个部分他们法术会怎么讲 他们要收购鸿辉的原因是什么 鸿辉最主要业务是什么 车用啊 所以这个时间点当中 所有的被动元件大厂 现在都在卡车用的那块领域 因为这个是未来的成长趋势啊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是觉得说这个趋势应该会慢慢越来越明朗 先过这一关 接下来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车用的一个股票 我想我们先预告在前面 那他所公布出来的一个获利 我先讲这两个股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他没有到 即增然后没有到年增 就是他不是双成长 他是属于即增百分之二三点一 但是他的年的幅度 他得赚起来是十点二三 我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更新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你看他上半 他去年前瞻季是不是11.37 我刚刚讲的加4块9 他前瞻季多少 他前瞻季10.23 他衰退一成 但是这个部分我为什么讲说 这是属于财报好的股票你知道吗 首先第一个他也没有并什么 并了什么鸡美 然后什么营收大幅度 也没有嘛对不对 你看去年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准 你去看 这个不是累积的EPS 18块是单季的EPS 107年的第三 就是那股价飙很高 国际飙到1300的时候 然后107年的第四季是10块 他大幅度往下掉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算去年前三季 还有这个4.77 4.77加3.03加3.57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是走大幅度衰退路线 然后因为到了这里已经衰退到差不多了 所以开始停住 但是因为他那个数字还是很高 所以他把整个去年前三季把它垫高了 对不对 但是你去想一个问题 4块9 你看这个趋势是怎么样 就是我从18.95到10.06到4.7到3.03 到这里是连续连续三个季度是呈现衰退 对不对 然后3.57也没好好拿进去 这里又衰退这里又衰退 这又是连续两个季度衰退 好到这个部分 从第一季的1.35跳第二季的3.98 这是成长的衰退衰退 对不对成长 然后从3.98跳4.9 他是不是又是一个成长的一情形 所以他从原本的我的EPS一直在下滑 转为我的EPS开始沉浸往上搬的时候 这个不就是公司脱离孤底的讯号吗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虽然说他并不符合我们刚刚说 跟大家所谈到的双增的股票 但是很明显的他已经开始要脱离孤底了 那9月28号以来外资力共增加了1.3万张 成本是160.5 这种其实都是包括跟国具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被下弯的季线压住 但是他的股价已经不再跌 而且公司要脱离股底 所以我倒觉得说这个先点当中被动元件 当然过去有很多人受伤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你要把它列入到 自选股范围里面的一个族群 那最后我再简单谈一档 这档个股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谈过的股票 我认为这档个股 他也是那种第三季的财报会非常亮眼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他上半年的EPS是1.28 他去年全年赚一块 所以他已经比去年的全年成长28%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记得2块钱以上是低标了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只赚2块钱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获利的水准 2187的一个万润 他是这个台积电的一个供应链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季0.44 第二季0.84 好大家先把这个数字记起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他的营收表现是什么种 你可以看到 我7月份1.4亿 8月份1.5亿 9月份1.5亿 我是沿路往上去做一个成长 对不对 那只要毛利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状况之下 我的第二季单季 你看 突然跳不出 这个地方 我第二季单季可以赚到 一块0.5 刚刚讲多少 0.84 所以正常的状况之下 我的营收比第二季成长的一个态势之下 我的第三季的单季APS 是不是应该挑战一块钱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就是说 为什么从9月30号之后 外资跟投信 他是沿路去做一个买超 到今天为止是买了5168张 你不要觉得5168张很小 你以中股本的股票 他买到两个法人买到5000多张 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筹码集中的讯号 那成本是71块 我觉得跟今天的价格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如果你觉得台积电会下滑 当然他的股价就没有可干系 但是我想如果台积电下滑的话 基本上你买什么样的个股 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包括万润 包括我们谈到的被动元件 或者是这个面板的群状 你都是由今天 你可以发现盘面当中最强势的 他都是由这种所谓第三季的一个财报 来做带动的话 我是觉得说这个时间点 当然你说会不会选完之后 V型反转 我真的是不知道 因为谁当选 这个你现在问每一个专家 大概也没有人敢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但是我说真的 这件事情对于台北股市的影响 即便有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那种很快速 就那种往下反转 直接跌破一万点这种走势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股票选好 然后太弱留强 找一些比较具备有基本面的一些个股 来做一些操作 因此最后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原则上我认为明天 台北股市应该会呈现一个持续的反弹 那差别就在于礼拜三礼拜四 看什么时候那个结果会明朗化 因为一共这么胶着的选战 好像因为我们也没有 美国总统大选我们也没有说特别关注 但是的确如果说 以我们从进入市场之后 这个应该是现阶段可以看到 最胶着的一个情形 所以它会怎么样发展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自己手上的个股慢慢太换成 比较具备有基本面的股票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操作方式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判断 你手上的个股到底该走还是该留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们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透过我们影片下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Google表单 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透过Google表单反应 或者是你可以透过我们的Lite 小鼠NAE 2953i 或扫描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个QR Code 都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一个洽询 那当然如果你不方便 或不会加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2653-8299 02-2653-8299 有任何问题或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11月2号的台股最前线 好 好的 好的 好